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铁筷子 这盆铁筷子是当时我买到的时候 单中上给大家做视频的 现在一直在开花 由于我开直播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看 放到太阳底下去,叶片晒得有点轻微的发黄 铁筷子跟大家说了 最好是不要去曝晒 中午的曝晒避免这其他时间可以适当的给它见点光 这样就能够养的非常的好 它现在是花期,正在不断的开花 所以说我们盆索表面要给它撒点缓湿肥料 这样缓湿肥料能够补充各项元素 而且是微量补充 这样就会长势非常的好 平常等我去给它浇灌呢 由于它在开花,我们想着它一直开花不断 并且单花的花期延长的话 就要去给它补充磷酸二青甲 磷酸二青甲它是一种磷甲肥料 能够促进植物去生长开花 一个月给它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这样盆土干下去 干到一半的时候去给它浇透水 你养上一盆铁筷子的话 就能够长势非常的好 记住不要去曝晒,这也是养好它的关键 现在这种植物比较常见 而且往上卖的也比较多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下手入一棵 然后呢,养着玩,养着看花 放在室内是比较合适的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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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